今天开始啊 咱们来讲讲李进东案 咱们从1995年开始说起 95年12月16号 中午一点左右 有一个年轻人呢 带着一个黑色的蹄包 就来到了张家口建筑宾馆 这个人呢 上身啊 穿着黄色条纹的夹克衫 下身呢 是穿着一条牛仔裤 去了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住双人房间 也就是得住标间 当时值班的服务员姓宋 小宋呢 就从这个年轻人手里 接过来了身份证 上面写着 袁张平 南1965年6月25号出生 过去啊 住宿的时候不像现在 身份证一扫啊 拍个个人的照片 哎 这就算核实完了 过去得是在一个住宿登记本上 详详细细的写着 姓什么 叫什么 号码是多少 工作单位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登记本上写的工作单位 是邯郸大明县铸造厂 小宋刚看见这个袁张平的时候啊 还感觉纳闷呢 大冷的天穿这么单薄 冻得叽叽叽叽的啊 俩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一看这地址啊 怪不得邯郸人 大家都知道 邯郸和张家口这都是河北的地方 但张家口是河北的北头啊 紧挨着内蒙了 温度很低 到冬天的时候啊 真是冷的让人受不了 你看马上要办的这个冬奥会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场地 就是在张家口嘛 而邯郸呢 是在河北的南头啊 比较靠近河南了 温度呢 比较高 小宋就琢磨着 嘿 这是在老家暖和惯了 到这儿啊 没做好准备 一边想着 一边就给这袁张平安排好了房间 住的是 307号房间 在过去说一个人出差 住这个标间 通常呢 是跟别人拼房 说白了 就是住一个床位 那么这307号房间呢 是一个工厂的销售 常住的一个房间 这个销售代表啊 当时一看这袁张平 哎呦 穿的这么寒酸啊 也不嫌冷 并且呢 这袁张平有点贼没熟眼的 所以这个销售啊 当时也是存了一份小心 别出什么事 于是呢 就跟袁张平说 哎呦 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们厂部啊 今天还得来人 所以呢 这个房间 您是住不了了 袁张平一看 那也没办法啊 就在306号房间 重新找了一张床位 他也没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睡左边床 还是右边床 反正把提包往床上一扔 一头就扎到床上 开始睡觉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这袁张平啊 就被人叫醒了 哎哎哎 这是我的床 到你那边睡去 袁张平 朦朦朦朦朦的 把这眼睛啊 就睁开了 就看见床前边 站着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貂皮大衣啊 现在一说穿貂 那都了不得 别说过去了 这个人呢 在腰里边啊 也挂着一个包 就过去那种老板包 同时 手上还戴着一个大金戒指 上边 镶着一个发字 袁张平 这一看呢 可就看愣住了 哟 这可是个有钱的主 这袁张平 脑子左思右响之后 赶紧的 陪着笑脸 就把这床位给腾开了 这个中年人呢 还真是一老板 他叫魏有良 是江西景德镇 乐华瓷器厂的经理 常年的是在张家口 推销产品 算得上是建筑宾馆的常客 这回呢 这业务也办妥了 又能挣不少钱 一个人在这儿啊 多多少少的 有点孤独寂寞 所以呢 也没说把这个房间就包下来 愿意旁边再住个人进来 能够聊聊天 这也是好的 可是 这魏经理啊 心里边也有点不安心 怎么呢 毕竟是有钱 他那腰包里边 就有一万块钱 把这袁张平 撵到他自己那张床位上去之后 这魏经理呢 就出来了 找到了服务员 把这一万块钱呢 就掏了出来 取出来了九千 就存进柜台了 同时 还跟这服务员说呢 我屋住进去那人 看着不地道 满脸无赖相 这时候啊 服务员就说了 哎呦 魏大哥 要不给您换个担家 魏经理呢 倒也无所谓 嗨 钱都存你这儿 剩下包里啊 也没几个钱了 有什么好偷的呀 魏经理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在这交涉的时候 袁张平已经出去从一家商店 买回来了一把斧头 准备对他下狠手了 晚上十点来钟 这魏有良啊 也就睡过去了 袁张平就盯着他 一看呼噜声也起来了 于是下了床 从床底下的提包里 就把这斧子给抽出来了 紧跟着 朝着魏有良的脑袋 哐哐这一顿猛砸呀 砸的时候怕有响动 还专门把魏有良的头 用毯子给盖住了 这时候就见血啊 就从那毯子边上 可就流出来了 这个袁张平真是灭绝人性 一不做二不休啊 砍完之后又砍一阵 随后把毯子一撩开 见这魏有良 已经是死透了 脑僵子都砍出来了 脑袋呢 就搭了在床檐底下 于是把房间的灯打开 在卫生间里边 把这斧子冲洗干净了 扔在床下 随后把魏有良手上的戒指 就给撸下来了 然后呢 把这魏有良的皮包一打开 嘿 这老小子啊 之前鼓鼓囊囊不挺多钱吗 怎么就还剩这点啊 甭管多少吧 他呢 把这钱拿着就走 一共是八百块钱 除此之外 衣架上还挂着魏有良 那件貂皮大衣呢 那可是宝贝 把这大衣一卷 东西往兜里这么一揣 就闪出了宾馆的大门 十七号早上八点来钟 服务员呢 得照例去打扫卫生 这一推门 一看见这场面 欧楼一声 可就叫出来了 随后啊 赶紧的拨打了电话 报警了 因为这张家口呢 平时社会治安呢 也还算不错 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 对于公安来说 也是震惊无比 考虑到社会影响 从市公安局局长到市区各刑警队的刑警 都是悄悄的从宾馆后门进入现场的 现场啊 除了那把斧头之外 没有任何的可疑物证 经过询问服务员 服务员说了 这个犯罪嫌疑人略微带点寒丹的口音 现场就进行了案情分析会 在分析会上就认定 这凶手性格残暴 很有可能是一个再逃犯 肯定是有前科的 于是呢 警方就做出了部署 火车站 汽车站 还有通往市郊的各条要道 都派警员进行布控 在宾馆呢 继续深入调查 同时向河北全省发出紧急协查通报 乔东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景山李队 刚刚在凌晨呢 押解着另外一个案犯 回到了张家口 随后上午十点来中 还没来得及休息呢 又领命而去 带着人呢 就赶到了大明县 大明县公安局长 亲自迎候了真机小组 他们呢 去了之后 也没过多的寒暄 马不停蹄 迅速的从十几家铸造厂里 排查出了袁张平的情况 袁张平已经改行了 做木匠了 也换名了 叫五张平落户在周庄 出去半个多月了 始终啊 还没回家呢 既然是木匠 那肯定会用斧子呀 并且作案时间 与袁张平的行踪是完全吻合的 于是真机小组的成员也顾不上疲劳了 连夜赶到周庄 设下埋伏 这一等 可就等了一天一夜 到了第二天快傍晚的时候 领路的村支书啊 才紧张的说了一声 快看 那 那是袁张平 他回来了 刑警们一听 立马精神一震 瞪大了眼睛 盯住了慢慢走近的那个人影 上边穿着夹克衫 背后背着一个布袋 布袋里边 从轮廓上就能看出来 有斧头 有鞠躬 其中有一个刑警 叫李柏林 苍冷一下就跳了出去 一把就把这袁张平给摁住了 随后啊 把这袁张平就带进了村委会 带进了一个办公室里 这就是临时审讯的地点 这个袁张平呢 回答醒醒讯问的时候 哎 倒是挺平静 他说呀 我两年前有一回去邯郸 在长途汽车上 我身份证 让人给偷走了 我为什么不叫袁张平 叫武张平呢 因为我当了坠戌了 我入坠了 倒插门了 所以不姓袁了 姓武了 这半个月啊 我一直在后边路村 给人们干木匠活呢 要是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去村子里边问问 半个村子的人 都能够给我作证 从回答上来说 天衣无缝 真机小组赶紧派人赶到了后边路村 了解详情 这村民们呢 都说是啊 这武张平是在我们村干木匠活了 很多人都看见了呀 随后呢 他们又把武张平的录音 放在电话桶旁边 就拨通了张家口建筑宾馆的电话 让这服务员小宋来辨别一下 口音一样不一样 小宋一听 不 这不是凶手的口音 于是真机组赶紧向指挥部 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就在这时候 令人震惊的消息 又传来了 12月18号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在唐山开栏煤矿招待所 用同样的手段 杀害了一名旅客 胡小远 作案之后 同样是逃之夭夭 转眼之间 这就到了1996年的春节 普通的老百姓啊 那能够过一个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的年 可是 对于公安民警来说 这年呢 是过不消停了 全张家口市 组织了上百个联防队 对铁路公路沿线 都严密的查控 对所有大大小小的 宾馆酒店旅馆饭店 也都是地毯式的搜索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 任何可疑的踪迹 照理说 公安民警下这么大的力气 这凶手 你应该老实点了吧 他可没有 1996年3月19号晚上 在宣化惠都饭店 又有一个旅客被杀害了 同样还是财务被抢夺一空 公安民警去了这么一查 这回啊 用的不是袁张平的身份证了 显示 跟这个被害旅客住同一个房间的 叫杨春风 那就去杨春风的老家查去吧 立刻派人前往黑龙江省 一春市查证 结果到了之后 人这杨春风好好的 杨春风说了 哎呀 我也是之前把身份证给弄丢了 让人给偷了 经过分析认为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与乔东建筑宾馆未有两案 是同一个人所为的 与其他城市发生的案件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这一下子 可是人心惶惶啊 外地再来的这些旅客 一提到这事 心里边都害怕 各处宾馆旅馆的那些住宿人员 都走了 在这生意谈得成谈不成 这倒无所谓 咱得赶紧跑啊 别回头把命给搭上啊 96年4月12号 河北省公安厅 在卓州召开袁张平 系列杀人抢劫 并按侦查协调会 时任副厅长李立 在会上就提出来 说这是河北省的第一大案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 如果再发生同类案件 要追究当地公安机关 领导的责任 当时张家口市 主管行政的副局长 开完会之后 也带回来了一份 系列案的名单 1995年12月16号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在张家口市 桥东建筑宾馆306房间 将37岁的魏有梁杀害 1995年12月18号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在唐山市开栏矿物局 招待所505房间 将34岁的胡小远杀害 1996年1月11号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在河南省安阳市新大地宾馆 将周易杀害 1996年1月25号 凶手持有杨春风的身份证 在河北省邢台市天街宾馆508房间 将40岁的陈穆兴杀害 1996年1月28号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在石家庄市商贸招待所206房间 将26岁的旗帜杀害 1999年3月19号 持有杨春风身份证的凶手 在张家口市宣化惠都饭店612房间 将22岁的白月剑杀害 1996年4月1号 持有杨春风身份证的凶手 在河南省新乡市九州宾馆517房间 将逾越定杀害 提起新乡九州宾馆呢 岔开一嘴 我突然想到 我曾经去新乡参加婚礼的时候 貌似是住过这个酒店 咱们再说回案子啊 这前前后后一共有七个被害人 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公安机关的各个领导 各个口的民警 没白天没黑夜的 在街道 在宾馆 饭店 在所有罪犯可能藏身的场所 布置防范措施 进行抽查检验 犯罪分子的画像 也迅速的绘制并且复印出来 展示给全区的宾馆旅馆的服务台的人员 并且对他们严格要求 凡是能够接触旅客的服务安保人员 对犯罪分子的相貌特征 口音 包括这个身形 衣着 都得倒背如流 你看见一眼 你就能反映过来 他就是凶手 这才行 报警电话不是110了 而是时任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王洪信 王队的手机号 全天24小时开机 只要响铃 必须接听电话 随着这大网张开 终于凶手是露出尾巴了 经过对各个分区县所有宾馆招待所的排查 发现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曾经在95年12月6号到9号住在乔西区医药招待所 建筑宾馆凶杀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15号 凶手又在乔西区惠宾饭店露过面 中间的七天时间出现了断层了 不知道他在哪住的 这个凶手每回住宿 这都是有所目的 那么他肯定不会住在车站 住在这个山野乡村 既然如此 这七天的时间他能到什么地方藏身呢 凶手第一次作案之后 3月19号又回到了张家口宣化作案 之后又在山西河南山东制造了新的宣案 中间三次路过邯郸 又多次往返张家口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所有的刑警们都在围绕着罪犯的行踪 路线做出自己的推断 可以看到犯罪分子是以邯郸和张家口为轴线的 向东西两侧流窜作案 邯郸到张家口两个点拉一条直线 这就是他的中心线 并且他略带邯郸口音 对邯郸曲线都比较熟悉 穿的呢 并不洋气 应该是邯郸附近 哪个村子里面的人 凶手啊 胆大 心细 心狠手辣 有着很强的犯罪心理素质 一定是有过犯罪前科的 极有可能 在第一起续案之前 就有命案在身了 犯罪分子在张家口附近频频作案 说明罪犯与张家口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他躲藏的巢穴 十有八九 就是在张家口 公安民警们分析出来之后啊 这废管子都快被气炸了 怎么呢 这个凶手不仅是在张家口犯下惊天续案 还就在眼皮子底下藏起来了 这对于公安人员来说 这是什么呀 这叫奇耻大辱 犯罪分子啊 还偏要跟公安干警 来个迷魂阵 九六年四月十六号 在山西长治市大酒店 这凶手又将同房间的三十四岁的钱建涛杀死 四月十八号又到了大同市飞天宾馆 将二十七岁的林学文杀死 五月五号到了山东济南市全城宾馆 将吕济刚杀死 这三起案件用的都是杨春风的身份证 登记的酒店 专案指挥部这回是下了死命令了 查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彻底的清查 于是啊 搜索的范围迅速的扩大 因为杀人手法非常的专业 所以呢 退伍兵也在侦查范围之内 所有邯郸籍的转业复原的花名册上的人 一个一个的查 各区各县邯郸籍的转业复原兵的名单 一个一个的查 同时呢还走访了所有的辖区里面的监狱 走访了一个个的作案现场 提取了所有被抢物品的清单 查阅了涉及案情分析的所有的资料案卷 光是请求协助的协调信 就发出去了三百多封 直到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六号中午 张家口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 是河北省公安厅五处来的电话 要求张家口协助邯郸市邯郸县公安局 搜查崇里县一个叫一马图乡皇家湾村的地方 崇里县最近几年是名声雀起 马上要办冬奥会了 再加上一到冬天呢 大伙都愿意到崇里去划雪去 但当时啊没那么出名 为什么要查皇家湾这个地方 说村民李某红 可能同810绑架人质案的重大嫌疑人李进东有联系 值班人员呢不敢怠慢 赶紧的层层下达指令 时任崇里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永亮 打电话就告诉一马图派出所 从侧面查访一下皇家湾是不是有这个李某红 并且还说了 查访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不要找太多的人人多嘴杂 防止打草惊蛇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派出所的民警就向县局反映了 说皇家湾村的确有一个邯郸人叫李进东 他的情妇不叫李某红 而叫李海云 正在李家地里边在那干活呢 听到消息之后 刘局带领着四名刑警 开着车直奔一百六十里地外的一马图乡派出所 到派出所的时候啊 已经是下午七点钟了 经过研究决定晚上开始行动 一马图乡位于崇里县西北部的山沟里边 地形很复杂 晚上十点的时候 刘局带领着四名刑警和两名派出所干警 摸着黑啊 徒步向屋里外的皇家湾村就寻了过去 为了方便隐蔽 这一路上连个手电筒都不敢打 绕着村后边的小路啊 向居住在半山腰上的李家包抄过去 到了李家门前发现屋里没什么动静 是不是睡熟了呀 刘局一下令一伙子人就扑了进去了 进去之后啊 有一家四口 可是并没有李进东 经过里里外外的搜查 都没找到李进东的踪影 经过询问这才知道 李进东晚上厨地回来之后 吃了一口冷面 说回邯郸就走了 并且啊 这家人还说 李进东在市区东山坡租有一套房子 刘局呢 一方面通知高家营派出所 在辖区大桥市设卡堵截 一方面带着民警 还有李海云的父亲母亲 赶往市区东山坡 赶到东山坡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就见这房子房门紧锁 明显李进东是没回来 刘局呢 又将这个情况 向市刑警支队的支队长 底捷底队做了汇报 底队啊 为了这起案子 可以说是吃不香睡不着 这时候一听邯郸这俩字 浑身一机灵 再一听怎么着邯郸级的人租了一套房子 心里边啊就感觉这个案子要有重大突破了 于是他跳起来下达命令 撬开房门 彻底搜查 在搜查之中 从李进东用过的书包里面 搜出来了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一张 北京邮政专用储值卡两张 哈尔滨华美合作银行客户查询卡一张 在审查扣押物品的时候发现 这几张银行卡还真的是重大突破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民警呢在李进东的家里边发现了好几张银行卡 这几张卡可太关键了 因为其中有一张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上 有一个签名写着于月定 您各位还记得这名字吗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过 在河南省新乡市九州宾馆 就我住过的这宾馆里边啊 那个被害人就是于月定 市局领导们呢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赶到刑警支队听取了汇报 随后呢 命令支队对李进东租住的房屋啊 进行彻查 同时对李海云的家也得全面的搜查 果不其然 在李进东的情妇李海云家里边 发现了一把梳子 就是宾馆里边啊 那种一次性的 上面写着什么呢 大同飞天宾馆 还有一些洗发水啊 这个沐浴露啊 那小塑料袋的 那上面的印着武警宾馆 综合来分析 李进东 就是拿着袁张平和杨春风身份证 涉及四个省作案十一起的 抢劫杀人凶手 当年六月十七号 警方就对李进东在张家口市东山坡的住房 以及李海云家实行了全天候的监控 六月十八号对李海云所有亲戚进行了布控 并且收审了李进东的情妇李海云 六月十八号晚上 相关的领导又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这次紧急部署会上 通报了李进东的相貌特征 衣着特点 并且呢 特别强调了六条追捕查控的措施 第一个 李进东现在他也害怕呀 他很有可能从崇礼翻山逃往内蒙古一带 人烟稀少的地区 因此呢 要加强和内蒙古交界的这些县区的摸牌和查赌工作 第二个 对李进东所有可能在张家口的落脚点 进行严密的监控 第三个 对李海云的所有社会关系继续深入调查取证 第四个 在全市范围之内在各个交通要道设卡堵截 第五个 向周边的这些地市的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 第六个 就是通过市电视台 在黄金时间播放通缉令 悬赏缉拿凶手 这一次行动啊 张家口市公安局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就设置了卡点115个 出动警力2600多人 组织清查小组一百多个 在市电视台的节目播出之后啊 老百姓们呢 也算是同仇敌丐 也都气得不行了 很多都自觉的加入到了独洽队伍里面 其中这里边就有一个人 叫贾金 这小伙子呀 是李进东住在东山坡的邻居 他还跟民警说呢 我怎么也想不着 这个贱人就笑对谁都挺好的大哥 怎么竟然是这么一个披着人皮的恶狼呢 我呀 得去赌他去 哪怕是丑背影 我也能认出他了 这个贾金呢 在卡点上一守就守了五天五夜 与李进东在建筑宾馆碰过面说过话的 咱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服务员小宋 还有那个郭炉公 也都自愿的加入了赌劫的队伍里面 所有的干警 包括一个个的内勤啊 搞后勤工作的也都上阵了 六月十九号这天 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张北县小盒子村的一个个体司机 叫李平 他呢 照例起了一个大早 因为之前呢 下了一宿的雨 村里呢 那时候也没通水泥路 都是土路 变得泥泞不堪 李平呢 走出大门 朝天上望望 看看今天能不能停雨 盘算着今天能不能出车 这时候啊 从野外走过来一个一瘸一拐的男的 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吧 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 手里边呢 拎着一个黑色蹄包 脚上啊 穿着一双黑色胶鞋 上边都沾满了泥了 这个人呢 盯着院里的出租车 就问李平 师傅 你车走不走啊 这场连夜雨 山路实在是没法走了 能到你家里暖暖身子吗 这李平呢 平时呢 为人特别的热情 行了 没问题 进来吧 就把他请进家门了 还拿出自己的衣服 让他换上了 你是哪人呢 叫什么名字呀 怎么跑到小盒子来了 哦 我是河南人 叫李进东 来找我妹妹 说完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一张临湿了的纸条 是吧 就在这个地方 您知道吗 李平接过来 就看上面写着 也不屋什么什么旗 小舌台乡 因为那张纸条都湿了 有的字迹啊 已经烂了 看不见了 李平呢 看完之后 摇了摇头 哎呦 还真不认识 李平看李进东啊 实在太累了 还给他做了饭 吃完饭之后 李进东呢 倒头就睡 直到傍晚的时候 才醒过来 李平就把李进东 送到了小盒子村 村委会过夜去了 第二天一早 李平呢 正好得送客人进县城 就把李进东 一块捎带上了 十点钟左右吧 车在靠近县城的一个加油站 加油的时候 还没等车停稳呢 李进东跳下车就走 李平还有点奇怪呢 兄弟 你上哪去啊 李进东呢 头也不回的说 我知道地址了 到包头去 李平呢 把这客人送完之后 又拉了一车客人 往回走 这乘客们呢 就在那讨论 说公安局啊 正追捕一个逃犯呢 李平这时候 可就动了心思了 哎呦 会不会是那个李进东啊 李进东啊 尽管告诉李平 说自己叫李进东了 但李平呢 也没在意 也没记住 他起了疑心了 赶紧开车 就回到村子 跳下车 就跟村支书报告了 村支书呢 又逐渐的往上级汇报 这么着最后消息 传到了专案指挥部来 专案指挥部 接到报告之后 立刻派人开车 赶到了张北 经过查找 内蒙乌拉特前期 有一个小蛇太乡 不是小蛇台乡 啊 就蛇太君那个蛇 太呢 是太子的太 6月21号 晚上9点26分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樊丽平 带着追捕组的两位干警 就登上了开网包头的T77次列车 第二天下午1点40 追捕小组啊 就来到了乌拉特前期公安局 公安局知道了追捕组的来意之后 马上呢 也是指示当地刑警队的副队长 前往协助 晚上7点40分 大伙呢 就赶到了后山分局 后山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是挺豪爽的一个大汉 一听说 是系列杀人案的凶手 扯着嗓子 就点出来了三名民警 由他带着协助追捕组 直扑典立肃泰村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呢 把车隐蔽在距离村子 五里地左右的一个山蛙里边 随后啊 当地那个副局长 乔装打扮穿着便衣 进村子里边摸牌情况 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副局长回来了 他呀 很兴奋的就说 按照当地的习惯 家家都有白酒 只有来了远方客人 才会出去买啤酒 可下午吃晚饭的时候 有一人叫赵席明 他的媳妇啊 偏偏从小卖部 买了一瓶啤酒 所以据此推断 赵席明家一定有客人 不过是不是李进东 说不准 为了核实情况 他们呢 也不敢开车去呀 就步行着 就来到了村之书家 在聊天的过程之中 这之书的妻子就说 今天傍晚的时候啊 有个小伙子 说是张家口来的 打听赵席明的住处 我正好在场 同时这之书的妻子 还介绍了这个人的身高 长相 当时这追捕组一听 没别人了 肯定就是李进东 于是啊 八个民警 加上村之书 就向赵席明家 就抄了过去 三个人把这门外 六个人就要翻墙进院 翻墙的时候有响动 这户人家呢 养着狗 这狗叫声可就起来了 屋子里边啊 也听见动静了 把灯就拉着了 赵席明的妻子就问谁呀 门外的村之书 赶紧就搭话 哎呀 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呢 听说你家里有羊毛要卖啊 人家连夜收购 急着走呢 在当地农村呢 夏天呢 一般也不遮窗帘 所以啊 民警们把屋里的布局 看得是清清楚楚 炕头上是正在起身的赵席明夫妇 中间呢 是两个睡着觉的孩子 墙根那养着脸 睡着一个连当地之书 都没见过的陌生人 赵席明的妻子开门的时候 民警们一拥而上 一下子就把李进东给摁在那了 你叫什么名字 李进东 咔嚓一下 手铐子可就靠在他手腕子上了 李进东 我们逮的就是你 随后 民警从李进东的身上搜出来了 杨春风的身份证 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证 把李进东抓回公安局之后 进行审讯的时候 李进东啊 倒挺狡猾啊 一会儿不吃不喝的 一会儿弄个脑袋撞墙啊 寻死灭活的 就是不说实话 不过 后来李进东 还是承受不住审讯的压力 他呢也就交代了 李进东啊 是河北邯郸户村乡的农民 93年的时候 因为敲诈罪 被判了九个月的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呢 也没把他改过来 出狱之后 借了十万块钱 想弄点生意 从邯郸往上海 发运生铁和废钢料 可是他手里有了贷款 没有好好做买卖 反而进了大城市之后啊 什么叫赌博 什么叫喜狱 什么叫高级宾馆 什么叫嫖 是不是 因为这日子过得挺潇洒 等回到村子来的时候 大伙一看 哎呦 人进东可不一样了啊 你看人家油光马滑的 就都给他说没 这么着 找了个老婆 也有了孩子了 可他手里这十万块钱 是越来越少啊 钱你是花完了 但是你这是借的 你得还呢 随后要债的人呢 总是到他家来 他就琢磨着 哎呦 这可怎么办啊 我现在在我们村 这是光松药组啊 我这要是不赚点横财 我这在村子里还怎么活呀 他呢 平时爱看点地摊上的什么破案小说啊 啊 常常呢 哎 自己就把自己带入进角色里面 在脑子里面就上演RPG游戏了 知道吗 1995年8月10号 他呢 描上了一个开出租车的个体司机 这司机呢 姓王 他要从王师傅和王师傅家人手里边 榨出大钱来 可是不管他怎么骗 对方就是不买账 在打斗过程之中 李进东掏出水果刀 把这王师傅就杀死了 他在离村子不远的玉米地里边啊 是藏了三天三夜 随后也没见警察要抓他呀 后来呢 他想到有一个御友 这个御友啊 之前因为抢劫罪 被判死刑了 他在临刑前就告诉李进东 说崇礼县一马屠乡 有我的老婆孩子 你出狱之后帮我照料照料吧 李进东呢 因为杀了人了 也不敢在家呆了 作案之后的第五天 他就流窜到了 这王建勋的老婆孩子那 王建勋的老婆是谁 大伙挺熟悉 是李进东的情妇李海云 李海云一见着李进东 哎 这小伙子挺能说能聊的啊 也见过些世面 于是俩人慢慢的就好上了 李进东 在崇里待了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啊 又不赌博 也不争斗 他知道有命案在身 把公安招来 可就不好了 可日子长了 他还是耐不住寂寞了 我得要钱呢 他呢 就骗李海云 说我要出去要账去 出去之后 就坐下了建筑宾馆的血案 1996年12月31号 杀人犯李进东 被执行枪决 被执行枪决